你好 你好 宋总 我这不定就要 我公司还要开会 还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你先去忙吧 嗯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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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宋姐 你来了 晏朗 我今天给你请一天假 你就在这儿陪我吧 嗯 去玩吧 嗯 别乱跑啊 嗯 好的 怎么样啊 是我这身有问题吗 为什么记者都不对我拍照呢 他们没有你的欣赏眼光 哎呀 走在艺术的最前端 总是有些许孤独 别说这个了 你怎么把他们打了走的 这你就要感谢我了 我跟他们说啊 林乔要在上海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些人啊正着急忙慌的往来赶呢 啊 他们真信了 哦 林先生 我们学校的设施都是一流的 小学阶段就是双语教育 有三分之一的老师是外教 从一开始就以国外的教育接轨 我们学校有一半的学生 在高中阶段就被国外的高中入职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 就是我的儿子 跟哪些孩子在一起上课 我们学校的学生 许多都是来自在中国工作的 外国人的孩子 外交官的孩子 还有就是本地的一些 家庭比较富裕的孩子 一会儿我的助理 会过来办入学的手续 您跟我的助理交接下来就可以 好的 林先生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教会你的儿子的 一定要确保我的儿子 在最好的班级 最好的老师 一定 一定 谢谢 秦梦 林医生 你是来找颜颜的 你准备怎么处理 你跟颜颜的关系 就这样把颜朗 直接从颜颂身边抢走 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嘛 林医生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只知道我喜欢颜颂 我会用尽一切办法 去保护好她 保护她的孩子 先管话你自己再说吧 怎么 不敢跟我一块儿进去吗 我不想在颜颂的面前 跟你发生争执 让她为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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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医生 你是来找颜颜的 还是来找颜朗的 关于颜朗的事情 我没什么可谈的 我今天来 就是要给阎老办转学的 转学 对 我找了一家私立学校 我今天过来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只要你点头 马上就转学 阎老现在的学校很好 不需要转学 等等 等等 私立学校是哪一家呀 就是城郊那所最大的私立学校 城郊那所 聪聪 你不知道吧 那所或者是私立 也是贵族的任校 林乔 你可真舍得呀 阎老是我的儿子 我自然会让他上最好的学校 受最好的教育 那所私立学校 他会有更好的教育设施和设备 要不以后他怎么出人头地 谢谢你的关心 我只希望阎老平安健康地长大 我不需要他出人头地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宋总 从今天开始 我就会派人接送阎老上下学的 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今天那一大堆记者还不够啊 阎朗 行吗 叔叔 怎么今天不用上学呢 因为今天我们家楼下 有很多记者来采访我妈妈 那然后呢 然后妈妈偷偷地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然后还给我请了一天假 那你妈妈没事吧 没事 有我在呢 乖 那今天就我陪你吧 那今天就我陪你吧 好 我陪你外 陪你外啊 会不会做啊 靳哥 你们几个都到了 好 告诉你们 你们绝对不会相信 林桥也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大家准备一下 好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记者去你们家了 一大堆人堵在我家门口 都把阎朗吓到了 你不知道吧 不过现在呢 这些记者正赶往上海 参加林桥先生的新闻发布会 我什么时候要看什么新闻发布会 不过这样说 我们连门都出不了 那些记者怎么知道你们家地址呢 谁说的 我们肯定是不会说的 那你要是没说的话 那就只有 难道是苏琪 林先生 林先生 你怎么结婚的 林先生 你和叶苏小姐的 你是不是结婚啊 那孩子是不是你的 你说一下 林先生 快出去 小朋友 你家爷俩吗 别拍了 别拍了 不要拍了 那孩子是你的吗 林先生 谁让你们拍的 出去 你告诉我 林先生 别拍了 我跟你说别拍了 你干吗呀 出去 你为什么打我相机啊 出去 出去 你为什么打我相机 你怎么回事啊 别拍了 你怎么这么对一个小孩子呢 林先生 你现在和林桥是什么关系啊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们赶紧走行吗 跟我们解释一下还是 没什么可解释的 林老 怎么样出去好 你说你为什么要打我相机啊 林好 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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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Sax吻 出什么事啊 你了 林老 你没受伤 没事吧 你没事儿 没事儿 没事就好了 你看到了吗 你满意了吗 你可以走了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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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告诉我 真的没有 没有 吓死我了你 快 谢谢叔叔 谢谢清明叔叔 不用客气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吓死我了 幸好没出什么大事 还是不开心 我才想到你 不开心 我还是 tut trois MING PAO TORONTO